作为天下第一帮主联帮的第二任帮主 现在的老大爱黄绍层呢 就是这样一位喜欢江湖生活 而自愿加入黑帮 虽然如愿以偿成为了首领 有着一呼百应的江湖地位 却最终意识到即便是亲近所有 仍然无法掌控自己命运而怀穿遗憾的人 从小就喜欢江湖上的腥风血雨 黄绍层呢 于195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 祖籍湖南贵东 黄绍层家所居住的街道名 叫做郑气阶 而在这个区域里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黑社会组织 叫做郑气邦 跟许多少年一样 黄绍层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身手厉害人人欣慰的人 虽然呢他在学校里读书 但是呢从自己听到和看到的 关于郑气邦的一些光辉事迹 使得他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 但是呢他不喜欢文绍绍地去解决问题 而是希望用拳头使对手臣服于自己 郑气邦就是这样一个 可以实现他错误价值观的地方 虽然呢他有着这样的错误意识 但是呢如果父母可以及时地进行教育和引导 也许黄绍层的人生会与现在完全不同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黄绍层的父母并没有出面阻止过 这个尚在青春期 性格和意识还未养成的 无知少年误入歧途 于是呢有着绝对自由的黄绍层 在刚刚13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喜欢加入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帮派 郑气邦 虽然呢黄绍层在帮里的年龄是最小的 而且他的模样又是胖胖的 看起来很可爱 所以呢大家都把他当孩子一样看待 郑气邦的帮主还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做妖妖 长大之后这个绰号呢也一直跟随着他 只是大家觉得妖妖这么叫着 好像也无法表现出对他的尊敬 因此大家都改叫他妖哥 别看黄绍层年纪小 而且呢看上去慈眉善目 同别人动起手来 却比帮里的其他年长的人都要凶残残忍 凭借着这一股狠劲 黄绍层竟也在这个贫资论辈的帮派里 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得到了当众的帮助 以及各位前辈的认可和赏识之后 黄绍层觉得信心满满 觉得只要敢想敢干 就一定可以在这样的帮派组织当中 闯出自己的一方世界 此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黄绍层的欲望和野心也逐渐的增加 而且呢台湾又是一个小地方 帮派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在打打杀杀的过程当中 黄绍层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这个人就是台湾第一大帮派 逐联邦的元老级任务 童强 童强很欣赏黄绍层的勇气和气魄 因此呢 有说他转投逐联邦继续发展 在台湾的黑社会组织 有许多童联邦能够从中脱颖而出 并且呢 占据第一大帮的霸主地位 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童联邦成立城之初 大约有两百多人 帮内的成员大多数为大学生 在童联邦成立之初 为了树立威信 抢占地盘 与台湾的其他帮派进行的争斗 可谓是在所难免的 侍奉台湾的另一大帮派 四海帮被迫解散 当时的童联邦的老大陈其里 趁机占领了原委 四海帮管辖了多个地盘 在这之后呢 又与其他的一些帮派 进行了地位之争 因其组织得力 最终发展成为一个 有着五百多人的黑社会组织 童联邦呢 也名正言顺地成为了 台湾的第一大帮派 加入天下第一帮 辗转忠诚老大 所谓人往高处走 本就想把混黑帮 当成事业的黄绍层 面对这样难得的机会 自然是不会放过 他欣然地接受了 同墙的邀请 1968年 黄绍曾离开了台中 搬到了台北居住 通过同墙的引荐 进入了竹联邦 虽然凭借着自己的骁勇善战 黄绍曾在之前的正气帮 可谓是顺风顺水 破局威望 原本以为依靠着自己 之前打下的名气 可以在竹联邦中 得到一定的重视和重用 但是呢 作为第一大帮派竹联邦 从老大到下舍的各个堂口 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分类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里 刚入帮会的新人 必须遵守帮里的规矩的 黄绍曾也并不例外 他不得不从最底层的竹叶青 开始做起 这也使得黄绍曾的自信心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恐有一身报复 但是不能够施展 黄绍曾带着失望 选择离开了竹联邦 自己闯荡江湖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 虽然干的事情类似 但是毕竟单打独斗 总是少了一种证明自己的能力 前呼后拥的满足感 因此几年之后 在外打拼的黄绍曾 还是选择回到了主联邦 继续他未完成的梦想 时间带给黄绍曾的 不仅是有年龄的增长 也有阅历 眼界和格局的变化 他不再像是最初来到这里时 只是浮躁的急于求成 而是稳扎稳打 拼尽全力去打赢每一次帮派之争 黄绍曾这一次回来 只严格地执行邦里的规矩 服从邦里大佬的领导和安排 就这样硬是靠着自己的拳头 一步一步地得到了邦里兄弟们的政客 和各位大佬的青睐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 从1980年开始 黄绍曾被任命为 竹联邦的总巡察一职 他在竹联邦成为了 仅次于帮主的重量级大佬 1984年8月 由于在黄浦帮对战的过程当中 砍上了对方的领头大哥 而名声大噪的黄绍曾 虽然呢 进一步稳固了他的江湖地位 也在本邦内树立了绝对的威信 而这样的名气也被台湾当局成立的一清专案 扫黑专案组关注并锁定为扫清的对象 侍逢竹联邦的老大 连同邦里的一大批人都被抓了起来 为了躲避追捕 黄绍曾在父亲的安排之下 不得不离开台湾 躲回了老家湖南省的贵东 之后呢 黄绍曾曾经回忆起那一段时光 虽然祖籍在湖南 但是却从来没有回去过 本来呢 是因为避避风头而逃回去的 待在那里度过的十个月 却是一生中最没有压力的日子 这一段日子令其非常的感慨 在这样的栖身之地 给予他关照的那些淳朴的农民们 也成为了他日后为之挂念的亲人 1992年的10月2日 由于竹联邦的老大 一众大约300多人被释放出狱 受到了召唤的黄绍曾 结束了八年的在外漂泊 回到了台湾 在黄绍曾的努力之下 竹联邦又恢复 并新增了多达30个堂口 竹联邦的经营模式 也从最初的捞片门 开赌场演变成了参与包括 影视娱乐建筑工程 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发展 使得一个黑社会帮派向着 企业化管理模式改变 以企业养邦 在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上 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智叉风云 却无法换回儿子 成遗憾 几年的时间里 竹联邦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 而在此过程当中 有着头号贡献的黄绍曾 也由竹联邦老大的清点 而成为了第二任帮主 为了使得这个名分 更加的名正言顺 由竹联邦自己创办的报刊上 大版面报道了这个消息 黄绍曾也成为了第一个 被公布于众的黑帮帮主 可是树大招风 所以说在帮里说一不二 但种种行为 还是难以逃脱警方的追捕 迫于无奈 黄绍曾只得再次逃离了台湾 举家搬到了美国 三年过去了 黄绍曾觉得这样一直躲下去 也不是什么办法 在与竹联邦的一些大佬商量之后 黄绍曾决定亲自回去自首 以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帮主的入狱 使得第一大帮变得人心惶惶 在没有人主持大局的情况下 竹联邦的势力也被削弱了很多 虽然在自首之前 黄绍曾也考虑到了 由于自己入狱 而可能是帮派面临的这个问题 因此在他不在的这段期间 邦里也推选出了一位代理 他暂行帮主事宜的人 但实际的帮主之位仍然被他留着 这样一个在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 却在狱中听到了亲生儿子也入狱了的恶好 出狱之后 除了重新整顿邦里的事情 黄绍曾花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去四处运作 希望可以将远在美国的儿子从狱中救出来 他赤巨资请了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律师团 其中还包括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弟弟为其儿子辩护 然而呢 作为台湾可以说是称霸黑道的大人物 在美国却并没有人买他的账 虽然实质精致 他仍然没有放弃过这件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努力 他的儿子都将面临着终身在狱中度过的悲惨命运 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人 却无法左右儿子人生 这也成为了黄绍曾死生最大的遗憾 虽然儿子没法救出来 但是黄绍曾的江湖之路还在继续 2019年的11月份 适逢黄绍曾伴七十大寿 竹联邦浩浩荡荡的摆了一千多桌庆祝 而且呢 宴会的地点就选在了台湾警察局的对面 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只是不知道黄绍曾在摆这儿一千多桌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他的亲生儿子为何会深陷淋雨 而救不出来 也许帮派有帮派的旁规 但是国家更有国家的国法 警方可以容忍他的挑衅 但绝对不会容忍他违法乱纪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法律越来越健全 黑帮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黄绍曾尽管已经年雨鼓息 但是迷途知返这一条路永远不会闲晚